另外要提醒觀眾朋友 如果這幾天也要前往海邊遊玩的話 一定要特別的注意安全 因為在蘭嶼鄉在19號的時候 就疑似發生了一起衝浪意外 有民眾在東青灣的實力灘上 發現了一具男尸 警消貨爆之後 趕往這個現場 也試圖進行CPR 但還是回填法術 其實這一名男子身上是穿著防寒衣 頭部有明顯的外傷 而這個衝浪板也明顯的斷裂 同樣是愛好衝浪的友人 就難過的表示說 可能是要衝回岸上時 被這個岸邊的浪 連人帶板全起摔在礁石上 造成頭部外傷 因此在海中昏迷而死亡 警方目前也將進一步 釐清這個死因 也呼籲愛好衝浪運動的族人朋友 由於近期東北季風的關係 這個海上的風浪會是比較大的 要是從這個從事海上活動的話 要衡量自身的能力 也要西班來參與 避免發生意外 造成生命上的危險